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尖端晶片的研发、生产和应用上,台积电、三星电子、英特尔等几大半导体巨头的竞争愈演愈烈。 苹果9月发表的新款iPhone15手机,配备了台积电代工的A17 Pro晶片。 这是台积电三奈米工艺在顶尖晶片上的首次应用,也让率先实现量产,却尚未发表三奈米产品的三星电子担忧,被甩在后面。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日前分析称,三星电子正在加快其尖端半导体工艺的落地。 该公司于去年6月就已开始量产全球首款三奈米工艺半导体。 但三星电子在争取大客户,提高市场份额方面仍面临不小的困难。 韩国朝鲜日报则很酸地分析称,台积电生产的A17处理器所表现出的性能提升与上一代相比并未达到预期。 因此,外界对其三奈米工艺的质疑越来越多。 韩国半导体业内人士对朝鲜日报表示,台积电生产的A17在电源效率方面几乎找不到多少改进。 通常当引入新工艺时,目标都是以更低的功耗实现相同的性能。 但是,iPhone15的电池续航时间与上一代产品相同。 台积电的三奈米工艺仍处于早期阶段,是一个未完成的工艺。 不过其他国家的半导体行业专家则分析反驳称, 三奈米技术的研发难度极大,虽然台积电表现不济如人意, 但三星与其设定的技术目标差得更远。 韩国媒体称,台积电三奈米技术表现不济如人意,又为三星站台的嫌疑。 高通和辉达在四奈米制程上已转向了台积电, 可能暗示了这些国际大厂对三星技术路线的信心缺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星旗下的手机业务也在大量采用高通的晶片。 随着苹果开启三奈米移动处理器时代, 半导体代工企业之间对尖端半导体应用的竞争在加速进行中。 高通计划在2024年, 推出基于三奈米工艺的第四代骁龙八处产入。 三星电子最快将于今年年底推出采用四奈米工艺的Exynos 2400, 明年开始量产第二代三奈米工艺半导体, 并于明年年底研发出采用三奈米工艺的新产品。 在四奈米和七奈米这两个重要的技术节点上, 三星的表现并不算理想。 随着高通、辉达等全球晶片大厂的失势, 台积电的优势迅速壮大起来。 在有限的市场上, 台积电的进攻意味着三星面临更大的压力。 因此,眼下三奈米的竞争对于三星而言尤为关键。 从技术层面看, 台积电三奈米技术用于苹果手机意味着已经实现量产。 这将成为业界应用台积电三奈米技术的一个标杆。 原来三星和台积电优势交替上升, 但从七奈米制程开始, 台积电则没再给三星机会。 如果在三奈米技术上三星无法实现反击, 那么三星未来则将更为被动。 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市场通常不会给老二任何机会。 因此,三星必须做大赶超台积电, 吸引高通、辉达回到三星身边, 把这些厂商导向三星已经成熟量产的 5奈米或7奈米等制程上来。 另外,台积电下半年营收, 获利有望逐渐增温之际。 法人提醒, 三奈米放量初期良率因素与折旧增高, 都将压抑台积电毛利率走势, 值得关注。 法人分析, 台积电下半年, 三奈米等先进制程产能利用率, 随着苹果新品备货而提升, 但仍无法抵消, 三奈米产能放大后, 影响毛利率2-4个百分点的不利因素干扰, 使得获利影响程度较预期高。 法人指出, 台积电三奈米爬坡放量初期, 将持续稀释毛利率走势。 台积电曾在七月法说会上指出, 随着三奈米持续大量投产, 将稀释今年第四季毛利率约3-4个百分点, 公司全年毛利率面临半导体景气循环周期, 导致的较低产能利用率, 三奈米量产, 海外生产据点扩展, 以及公用事业成本。 此外, 三奈米相关折旧增高, 对台积电获利短期影响恐较预期大。 台积电先前预告, 2023年折旧费用将年增约24%至26%。 不过, 随着台积电三奈米有更多客户陆续加入, 其规模经济效益也将陆续出现。 台积电三奈米工艺已在苹果A17 Pro手机应用处理器上落地, 并且2023年的三奈米产能预计被苹果包援。 据报道, 目前台积电三奈米工艺产量 预计约6.5万片晶圆, 但由于iPhone15 Pro初始订单低于之前机型, 第四季度三奈米工艺产量不太可能达到此前预期的8万至10万片。 不过, 供应链透露, 台积电三奈米新流片数量激增, 大客户将在明年、 后年增加产量, 台积电明年下半年, 三奈米家族含三一月产能将提升到10万片。 台积电受惠新台币汇率走贬, 与三奈米客户陆续放量, 把人看好, 2023下半年营运将逐渍走扬, 第三季获利激增率挑战3%, 第四季度持续向上, 推升下半年, 每股垂液上看4.15元新台币, 全年仍有望挑战赚超过三个股本, 创历史次高。 台积电上9月合并营收1804.3亿元, 月减4.4%, 并较去年同期减少13.4%, 为第三季合并营收5467.32亿元, 攀上近三季来高点, 计增13.7%, 年减10.83%, 优于猜测预期, 前三季合并营收约1.53兆元, 年减6.2%。 台积电并未公布第三季美元营收数据, 法人认为将符合财测区间。 即便半导体库存调整仍持续进行中, 台积电协技术领先与客户关系紧密优势。 法人预期, 台积电法说会不会宣布三度下修财测? 本季美元营收, 渴望持续季增高各位数百分比7%至9%, 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历史高峰, 仍有望摊上同期四高, 并供上今年来单季高点。 全年美元营收约年减一成。 据以上述情境估算, 台积电下半年表现将优于上半年, 第三季获利以新台币计算。 单季税后, 垂液估1900亿元左右, 激增于4.6%, 但仍较去年同期历史高峰, 减少三成, 每股垂液落在7.4元上下。 展望本季, 法人预期, 台积电美元营收估约186亿美元, 持续继成长高各位数百分比, 在汇率顺风车下, 推算新台币营收有望于5900亿元, 攀上今年单季高峰, 延续2016年以来, 第四季营收都高于第三季的走势。 另外, 蔡英文总统10月上旬出席活动时表示, 位于台南市的南科科学园区, 为目前全球唯一能够量产3奈米制成晶片的地区, 南科已连续两年产值突破兆元新台币。 据了解, 南科三期扩建案已经动工, 预计未来完成开发后, 三期园区的产值有望超过390亿元。 此外, 位于新北市沙伦的智慧绿能科学城, 也将带动台湾智慧科技产业的发展。 南科园区属台湾三大科学院之一, 汇聚大量光电、半导体、精密机械、通讯等企业。 2023上半年, 南科园区营业额达到6770亿元, 逆势增长3.81%, 其中, 通讯与半导体产业带动增长。 目前, 台积电在台南科学园区拥有14A、 14B、18多个12英寸晶圆工厂, 以及一座8英寸晶圆厂, 先进封测二厂。 台积电的3奈米N3E、N3P、N3S等先进制程晶片, 目前就在南科生产。 ColeOS先进封装工厂也位于南科, 目前正积极扩大产能, 以解决当前AI晶片的迫切需求。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